这个快递员叫弗兰克 他专门被黑道运送特殊货物 这天 四个银行劫匪匪匪上了他的车 没错 劫匪就是他这次的货 他轻轻按下按钮车就换了个车牌号 劫匪拿枪指着他快开车 他却不慌不忙地说 现在是四个人 约定是三个人 245公斤 规则一 不得更改预定内容 多一个人就增大了被捕的风险 而且车只有自己输入密码才能启动 所以要往下个人 要往等着被抓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眼看警察就要追来 被逼无奈的劫匪奥大 只好一枪解决掉一个同火扔下了车 弗兰克立刻输入密码 发动车子 开始疯狂逃窜 弗兰克车技高超 他逆行上了单行道 足躲又闪 很快把警车甩在后面 可是警车数量太多 没追堵结将他逼成了 无路可走怎么办 弗兰克将油门踩到底 稍胎起步 只听缩的一声 汽车飞了起来 汽车正好落在一辆运输汽车的大卡车上 警车在后面拼命追赶 弗兰克拿起手枪 将一辆车打落下去 立刻断翻了警跟骑后的警车 弗兰克趁机到车飞快逃离 他将劫匪送到约定地点 然后回到了海边自己的小别野 没毛病 今天又是愉快的一天 弗兰克马丁曾是特种兵 退后从事了地下快递行业 他有三条原则 一 一旦达成协议 不得更改预定内容 二 不提姓名 三 绝对不打开包裹 多年来 他凭借高超的驾驶 敏捷的身手 首先的做事风格 在业内没有差评 这样的能力何筹没有订单 这不 还没来得及休闲两天 他马上又买活了 这次的货物是一个袋子 一米长大米宽 五十公斤重 弗兰克和客户沟通好 细节后痛快接下订单 第二天弗兰克按时接到了货物 一路驰骋在荒芜人烟的小路上 突然汽车爆开了 弗兰克只好下车换轮胎 后继续出发 中途休息时 弗兰克动了侧隐之心 给那活物拿的果汁和吸管 弗兰克先将车开到没人地方 打开后备箱时 他又犹豫了一下 规则三 绝不打开包裹 但他还是打开了 打开包裹后 竟是个美丽的东方美女 他将美女嘴上的胶带 割开一个小口 然后让他用吸管喝果汁 做完这一切的弗兰克 不管美女的喊叫 立即关上后备箱继续赶路 可车后备箱的美女 一点也不老实 不断喊叫 弗兰克怕引人注意 只好再次打开包裹 美女说要上厕所 不然就在他车里解决 再次心软的郭达 将绳子拴在美女脖子上 然后给他松绑 但只给他一分钟的时间 美女赶紧跑进路旁的树林里 一分钟一到 美女还没出来 弗兰克顺着绳子去找 却发现美女跑了 规则果然是不可以打破的 弗兰克赶紧去追 那美女虽聪明 但根本跑不过弗兰克 很快就被抓住了 弗兰克扛着美女 赶紧动手解救 但他们怎么可能是弗兰克的对手 只见弗兰克乒乓几下 轻松的就打晕了他们 随后 弗兰克将这两名警察和美女 都塞进了后备箱 继续出发 没想到这么一折腾 他到目的地事后都迟到了 接会人黄毛问他 你打开过袋子吗 弗兰克淡定的说没有打开 这是我的原则 随后黄毛钱的尾款 并拿过一个箱子 又给了弗兰克一单 让他帮忙送货 弗兰克没多想 就接过了箱子 中途休息时 他感觉不太对劲 他正往车上走去 但突然 弗兰克怒火攻心 立刻想到是刚才的黄毛座的手脚 他火速赶到黄毛那里 一脚将门踹飞 屋内的保镖根本没有想到突然袭击 几人马上扭打在一起 但还是弗兰克更胜一筹 抢过枪迅速解决了他们 然而却没有看见黄毛 刚要往里走 弗兰克却被打掉了枪 在狭窄的走廊内 打什么手持斧子前后夹击 手无寸铁的弗兰克只能灵活走位 不过他看准机会 批刹飞机 小憨憨轻松解决 这时又有机关枪停了上来 弗兰克一个飞脚干倒了对方 他抢过武器 但他没有杀死对方 而是愤怒扫射四周 然而这么闹下来 还是没有找到黄毛 弗兰克决定先回去再说 于是他从车库找了辆低调的大本夺奔而去 半路上 那个东方女子竟然出现在车上 原来他趁众人打斗时 逃到了车上 气急败坏的弗兰克 立刻将美女扔出车外 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自己才惹上这些麻烦 果然一旦破坏规则 就会后患无穷 随后弗兰克扬长而去 但看到美女在后面不停地喊叫 弗兰克又于心不忍 最终他还是将其带回了车上 弗兰克回到家后 只择知了美女叫来 然后放了他任其离开 随后他便转身回房间休息了 然而第二天等他醒来时 蓝已经准备好了早点 看来他是赖上弗兰克了 这是警察探长来了 他是弗兰克的朋友 但他却不知道弗兰克的真实身份 他手里拿着弗兰克 被炸毁车辆的残片 满脸疑惑地问弗兰克怎么回事 弗兰克只告诉他车子被偷了 其他啥也不知道 这是机智的蓝 还帮他做不在场证明 说弗兰克昨天在跟自己约会 探长见问不出啥 只能离开 和探长刚走没多久 这是一颗导弹突然飞来 直接占了屋顶 不用说 这肯定是黄毛的报复 不过还好他俩身背主角光环 没啥事 但不一会 外面一群人拿起机枪 开始扫射弗兰克的房子 弗兰克只能带着来慌忙闪躲 他们躲到厨房内 扫射突然停了 原来是外面的人 发射了第二颗导弹 还瞄准了屋内 砰的一声爆炸充斥了整个房间 不过幸好二人及时坐电机逃到地下室 这是第三颗炮弹来了 弗兰克和莱赶紧跳进 给自己的后路准备得非常充分 他在水下还藏有潜水设备 随后二人从海底游了好久 来到了弗兰克另一处小别野 浑身湿透的二人走进房子 寻找干爽衣物 他们边走边脱衣服 突然来叫住了弗兰克 他走上前门一关 想要以身相许来报答救命之恩 弗兰克本想拒绝 哪个单身忘顶得住这有货 最终还是沦陷了 警察局内 二人乖乖地坐着和探长谈话 接到这样的报案 探长也是一脸蒙圈 这时探长有事出去了一下 莱趁机窃入探长的电脑 很快他就查到了黄毛的资料 没一会探长回来了 他立了就将二人送走了 接着来说想去找黄毛报仇 但弗兰克只想重新开始生活 而且他怀疑来一直在设计它 让他搅进了这碳浑水里 莱只好说出事情 原来在一艘货轮里 400名偷渡的亚洲人危在旦夕 莱恳求弗兰克屈求他们 在莱的恳求之下 弗兰克还是同意了 没多久 他们是一伙的 这时来的父亲 小矮子出现了 他竟是黄毛的合作伙伴 原来小矮子是个心狠手拉的魔际童 靠走私偷渡人口谋取暴力 而还看不惯父亲的恶性 才极力阻止他们 此时 小矮子的枪已经支在了弗兰克的脑门上 局面已经被小矮子探了控制 这时探长突然带警察来了 黄毛只能打晕了弗兰克 进来后的探长看到晕倒的弗兰克 不明所以 黄毛他们反咬一口 说弗兰克绑架了来到这恶所 没办法 探长先将弗兰克带回了监狱 醒来后的弗兰克向探长说明了货轮的事情 于是探长决定协助他去救人 于是弗兰克假装挟持探长从监狱逃出 胆枪匹马的弗兰克来到港口 他用听诊器寻找藏友人的货柜 这时他发现有一群人正挟持着来离开 弗兰克赶紧追赶 他用力一跃勉强扒在卡车上 但驾驶员发现了他 要把他甩下来 他只好跳到一旁路过的公交车上 弗兰克随公交车来到车站 无数打手从各个方向冲了上来 弗兰克一看无处躲藏 只能正面硬上 一群人在狭小的车厢内殊死搏动 对方虽然人多是重 但根本不是弗兰克的对手 他打趴众人跳下了车 接着开着一辆小奥托继续追赶 可没一会奥托就抛锚了 没有车怎么追 他突然注意到附近有撒农药的飞机 他想到办法 跑过去拿枪威胁农夫 于是弗兰克就乘上飞机 很快追上了那群人 他从飞机上纵身一跃 打开枪落散 落到了卡车顶上 随后他跃进驾驶室内 将司机踹了下去 弗兰克不断向后方观察 但此时黄毛突然跳进了驾驶室内 两人马上打成一团 不过弗兰克有些体力不支 渐渐落了下风 被黄毛一脚踹了下去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但其实他小心地扶在了车底 后面车辆发现了他 不断开枪射击 弗兰克扔出一个扳手 直接干到了驾驶员 然后他小心来到车头 纵身一跃 转身飞踹 一招夺命剪刀腿 将黄毛甩出车外 随后弗兰克将卡车停到安全的地方 他刚想休息一会 但没想到突然有人拿枪指着他 这人正是来的父亲小矮子 他让郭达下了车后 小矮子开始展现反派的人狠话多 终于决定要开枪了 但突然一声枪响 竟是小矮子中枪了 原来是来开的枪 他不忍心看着父亲在做坏事 只能大意年轻 最终斯坦林偷渡难民都得到了解救 而弗兰克和莱 也顾上了眉羞眉嫂的幸福生活 《玩命速递》是2002年上映的 影片的稿式无打风格十分猛厚 古人其在剧情上有着不小的瑕疵 在价值观上也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 但是先说紧错的节奏把控和出色的动作设计 使得影片还是有着不少看点的 感谢收看 关注小言